我是無敵的 至少十年前 我曾經這麼認為 十年前 我心中 有一個小小的聲音 他告訴我 要去創業 但是 我的周圍 充滿了各種反對的意見 他們告訴我 經濟不景氣 不是創業的好時機 他們又告訴我 創業風險非常的大 有可能會讓自己餓肚子 可是因為我太好奇了 我想試試看 再加上 我的飯量也不是很大 餵飽自己應該沒問題 所以我決定創業看看 在我積極地規劃開設補習班創業的那一年 我的家人們 自始至終 都是我最大的阻礙 他們想盡各種辦法 用盡各種莫名其妙的理由 要我打消虐待自己的念頭 甚至他們把神的旨意都請得出來 啊我跟你說喔 我去媽祖廟幫你問過囉 本命年齁 你知道本命年是什麼齁 不能去創業會失敗 媽 你問錯神了 媽祖又沒開過補習班 問他不准啦 要問就問朱熙 他開的補習班最大家 叫白鹿洞書院 還開幾百年 嗯 啊這樣問孔子不是更好 齁 媽千萬不要問孔子啊 孔子他很偉大齁 周遊列狗對不對 他是流浪教師 在這一段對話過後的六年裡 我開設了七家英文補習班 也同樣的在這六年裡 這七家的英文補習班 都陸陸續續結束營業了 你們剛剛拍手很殘忍知道嗎 在我每一次嘗試失敗之後 我都會告訴自己 事情應該不會再更糟糕了吧 最慘的情況應該是這樣了吧 不然就讓我再試一次看看 創業好像有一種 讓人家上癮的感覺 會想要一再的嘗試 會想要一再的嘗試 如果補習班的樓下 商家 突然變成了賭場 而學生開始學習一些 碰 胡 槓 這一些麻將術語的時候 各位的做法應該是跟我一樣 立刻搬家結束營業是嗎 嗯 應該不會有比這個再更誇張的情況了吧 我也是這麼以為 所以我就再試了一次 這一次我決定 把整棟的建築物都租了下來 沒問題了吧 只是我開業後不久我就發現 補習班的周圍 怎麼老是出現一些 身上都是刺青 面容相當和善的人 在附近走動 一開始的時候 我還曾經懷疑了一下 是不是有某位黑道大哥 看上我的美色 你們笑是不禮貌的 隔了幾天我才發現 原來我們補習班的正隔壁 搬來了一位槍械通緝班 為了發揮公民的道德責任 維護社會的和平與安寧 我當下相當勇敢 立刻拿起了電話 撥給搬家公司 當晚我連夜就搬走了 學生跟工作人員的安全 是我最大的考量 在我經歷過這些事情之後 我深深地相信 莫非定律 當你覺得事情 有可能會出錯的時候 它就一定會出錯 從我認為自己的無敵 到後來 一再地證明我的無能 我學習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事情出錯並不可怕 因為我們可以從錯誤之中 學習到非常多寶貴的經驗 一個人的價值在於他擁有 我很傻氣 不願意選擇一個安定的工作待下來 但是我知道 在我成功之後 這個形容詞會變成勇氣 十年前 我心中小小的聲音 要我去嘗試 生命當中的各種可能 我相信 他會帶給我特殊的禮物 而十年後的今天 我相信 只要懷抱著勇氣跟堅持 他就會帶著我們 到達充滿寶藏的另一面 謝謝大家 謝謝